蔣介石在整個抗日戰爭之中, 他是有大功勞的,剛才我講過, 他一直被動搖過抗日的決心, 只不過他在抗日的技巧上, 有很多需要改良或者做得不太好, 但最重要的是,我想這裡指出一點, 我這裡寫著前後,前是幾十萬大軍, 他身敗兩次打敗,松湖戰爭,南京失陷, 被人屠殺三十萬,接接敗退, 在華北一路被人打到黃岸邊, 接著他發完口決定,都跟他死過, 招討政策,不是死自己, 你坐下來,這個其實是很難做決定的, 你現在坐下來看,就覺得,炸就炸, 你說啊你,我現在問你, 你現在,未來一年,你買樓又不買樓, 你都,一年之後,你又說, 那時我是知道這樣,那時是知道這樣, 事後恐明當然是知道,對不對, 這個非常明顯地顯出, 被他那種凌死不屈, 死過,和翁晶瑞的軟骨頭, 不可以同意猶豫,第一, 就是說了,法國被德國, 旁邊的聲音倒塌了,英國不出聲, 蘇聯不出聲,美國說保體中立, 不得已是他還在賣資源給日本, 在太平洋智英之前, 即是說,當時來說,因為沿海海海外線 全部被日本接領了,唯一顛免公路, 然後又被英國佬,為了討好日本人, 不敢得罪他,因為有很多殖民地在東南亞, 所以,脫了,好了,這個時候, 中國靠英國,靠時間,1939年, 是我們中國抗戰中最狠狠的一年, 他趁他重慶,日日被日本人轟炸, 在這個時候,他都能夠撐得過來, 這件事真的要,在這個方面來說, 他骨頭真是夠硬,蔣介石, 當時如果蔣介石好像汪精偉那樣, 因為他會哄他,一邊歸兵尾利友, 然後一反轉的話,中國真是大鑊, 半壁光沙順跡淪陷, 所以這方面來說,我們一定要在歷史上, 是要還蔣介石一個公道, 這個感激情之下,他能夠在精神上撐得住, 在氣泊上越對越減弱, 這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, 有很多已經倒下來了, 對不對,這個我想說的, 第四位都看車條。